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3年12月31日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來到是2023年的最後一天 今天是隨直 在這裡也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 2024年新年進步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 突發 講一講習近平 最新 發表2024年的新年何詞 裡面有很多 相當誇張 離譜的內容 習近平應該 北京下了命令 要求整個中國大陸 當然包括香港在內 不得 慶祝這個隨直 但是他自己 也是犯禁 既然 不可以慶祝隨直 那麼新年呢 新年和隨直 兩者是互為一體的 你不可以說 我不搞隨直了 但是我慶祝新年 兩件事是一舊一新 之間的交替來的嘛 你怎能夠 跟我說我慶祝新年 隨直 任何活動都不給 這件事 徹底 是違反正常的邏輯 這一節我們要跟大家詳細探討 習近平 2024年的 新年何詞內容 裏面 有說到香港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新增多一部曲 第一步最重要請你保障好你的個人資料以及個人的安全 當你做完這一步之後不要再懶惰了 立即 繼續 訂閱我們的頻道繼續支持六部曲支持我們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發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 請 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今天繼續會有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廣告時間縮短了 希望大家也繼續踴躍支持 看看習近平2024年 最新 新年何詞 內容就這樣說 大家好 冬至陽生 歲回律轉 在這裏 持舊迎身 迎接美好時刻 在北京 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2023年 我們 接觸 奮鬥 抵禮前行 抵禮就是磨刀石 抵禮前行 雖然是有磨煉 但是仍然互相勉勵 2023年的磨煉 未免是否大了一點 很多人期望2023年 預備通關 所有東西要升上去 預備 大造生意 將 之前三年輸落的 要全部賺回 但是整個2023年過去 整個反彈 不見影中 我們繼續研究他 他說2023年經歷了風雨洗禮 看到美麗的風景 取得 很重要的收穫 我不全部字眼用了 因為太長了 他說 這一年的步伐 我們走得 好堅實 疫情防空 平穩轉短 我國經濟 持續回升向好 整篇文章 也是一個思覺失調的文章 我想全世界 除了中國共產黨的官員 香港 港共政府的官員之外 全世界都沒有人看到 中國大陸和香港 經濟持續向好 官媒當然一樣 官媒是他們的一部分 這個還不是 思覺失調 到底是甚麼呢 誰都知道 香港和中國大陸 經濟崩潰 說了一大堆 中國大陸就是這個現代化產業 更加健全 還有高端化 智能化 綠色化新科技 迅速掘起 糧食生產 十二年峰 所有最好最好最好聽的話 全部放在裡面 中國大陸當前這一刻 真的充滿著 大躍進 的影子 每樣東西吃都沒得吃了 中國的人民大量的人餓死 沒有飯開要跳樓 供不起樓 共產黨 現在十二十年峰了 每樣東西好到不能再好 國家前途一片大好 你還說這個不是大躍進 跟著大饑荒 到底是甚麼呢 再搞下去 就是一定會搞文革的了 太長了 我們再跳一跳 他說怎麼有力量法呢 中國大陸有創新的動力 例如C919 大飛機 實現雙飛 國產大型郵輪 完成了試行 神舟家族太空接力 奮鬥者號 極限深潛 國貨品牌越來越受歡迎 國產的新手機 一機難求 新能源汽車 鋰電池 光復產品 全部都是中國大陸 自強不惜的精神奮鬥的結果 我們來個逐點擊破 首先 C919 被發現 牽涉了大量的美國零件 根本 整個制式 就是美國制式 即是說雖然是 所謂由中國大陸組裝 實際上 整件貨品 你與其說是中國大陸的飛機 你不如說整隻是美國貨 中國大陸 外太空探測更加不用說了 他真的沒有說錯 真是叫極限深潛 不是我說 真的是 習近平那篇稿 他真的寫著極限深潛 平時我說極度深潛 就是 潤緊那一班 不見影蹤的人 既然你說 奮鬥者豪極限深潛 即是說 心不見底 不見影蹤 最後 失去聯絡 就極限深潛 中國大陸的航天 我們也恥笑了很久 說回手機 手機 華為 早前 已經被揭露問題多多 說到新能源汽車 也是在說中國大陸製造的電車 所以我早前跟大家揭露過 特朗普 出post 大大力 揭露電動車 說電動車是一場騙局 當然作為機械動力 的研究 作為新科技 電動車的 馬達我們跟大家介紹過 電池的馬達 Electric Motor 比起內燃機有很多好處 例如 它的扭力 可以立即達到巔峰 而這個內燃機 不行 純粹從能源的角度去說 Electric Motor 效率比內燃機更加高 因為內燃機既然你消耗了能量 但是你的扭力出不到你 扭力補充了 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是甚麼 平時如果你推動一個人 那個力我們叫做推力 由於 汽車引擎的力是螺旋的 即是是圓形運動來的 所以那個物理上面就叫做Tor 我們香港通常叫扭力 那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損耗了燃料 但是 你那個機器 生產出來的扭力 是損耗了 你不將它提升到某個轉數 扭力就沒有出現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嚴格去比較 從這個角度說 電池馬達Electric Motor 效率的確比內燃機更加高 但是我們也跟大家揭露了 電車 電車其實是一場巨大的環保騙局 最低限度裏面有大量的失實陳述 再加上連習近平也跟你說 正是這個原因 也足夠令到我絕對不會支持電車的 正是中國大陸和習近平跟你說 我們有大量的新能源汽車 就是大量生產 中國大陸製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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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產品來的 所以我完全同意特朗普所說 這個電動車 絕對 是一項騙局 尤其是由中國大陸主導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它和環保有關 中國大陸是當今 破壞環境 碳排放 最多 最大的一個國家 你跟我說靠一個不斷污染環境的國家 生產出來的東西去搞環保 這個還不是騙局 是甚麼 簡直是笑話 由於 他編賀詞太長了 我們要再跳了 不然有時間講了 講多三節也未講完 講到香港那部分 香港 是有很多 重點在裏面 他說明年 新中國成立了75週年 我們堅定不移 推動中國式現代化 完整準確 全面貫徹 新發展理念 加快 構建 新發展格局 太多無謂的 形容詞了 我們再跳了 他說要繼續支持香港 澳門 發揮自身優勢 在更好 在融入 國家 的大發展 當中保持著長期繁榮穩定 祖國統一 是必然 兩岸同胞 要攜心 攜手同心 共享民族 復興的偉大榮光 將香港 澳門 台灣 緊扣住在一起 即是說 重新 要搞 統一 香港的 融入 是融解的融 現在香港 就是被融解 之後 融入國家 如果台灣真是被統一 基本上整個台灣就是被融解 網民就留意到了 竟然 是叫香港 澳門 還有台灣 雖然沒有提到 但是說到兩岸 一說兩岸 即是說台灣 說要共享榮光 一說共榮 就只會令人想起 二次世界大戰 的大日本帝國 大東亞共榮圈 當然 同一時間 當然想起是香港的願榮光歸香港 習近平在2024年 自打嘴巴 搞新年賀慈 明明禁止別人慶祝這個 但是自己發表新年 的賀慈 既然沒有除職 那裡來有新年呢 我們可以看到習近平 其實現在 的所謂 路線 基本上 都是繼續毫無張法的 原本 說外交要急轉彎 臨時要修補跟西方之間的關係 但是 時間 不是站在你那邊 經濟崩潰 已經殺到埋身了 無論是中國大陸還是香港澳門 正所謂軟水救不了近火 現在 亂作一團 所以出來 胡亂說話 跟你說國家如何偉大 現在 差不多 有14億人知道你在說謊 我們說回 香港那部分 看完 習近平關於香港那部分 我們幾乎可以斷定 用經濟的角度去說 基本上 香港的基本因素 是完全沒有改變 也不僅 其實是越變越差 其實根據習近平所說 他對 香港 那個融入 即是融解的融 對香港只會越抓越緊 要將香港徹底 跟內地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 對香港本來是對外開放型的國際大都會 對金融中心來說 這個 簡直是毀滅信息 我們這次跟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ckshac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的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否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